好,我们现在复习一下连续函数的性质 当然我们这里的连续函数 主要是讲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我们就用一个结论写 如果说函数fx is continuous 是在一个B区间上是continuous 在一个B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那么就有这些性质 第一个是它有最大最小质 fx fx可以在它的区域里达到最大最小质 在这个B区间上能够达到它的最大最小质 但如果它是开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它不一定 那这是B区间上的,它就可以 那么第二个是叫做戒指定理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它说的是这样子 for 对,就是介于fa和fb之间的任何一个数 它们都能够有一个点,使得fx等于那一个值 any value theorem 在介于fa和fb之间的任何一个值 那么都有一个点 都有一个点x0 使得fx0等于C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任何的任何的数 y等于y等于常数 这个常数介于fa和fb之间 跟这个函数的图形都至少相较于一点 就差不多几何上是这样子看 这是介质定理 那么介质定理有一个特别的 呃 那么就有一个点使得fx等于C 至少有一个点 使得fx等于0 呃 这个也好理解 fa乘上fb等于0 小于0 也就是说 那么 你的fa 我们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么就fa乘上fb 那么小于0 那么必定有个小于0 有个大于0 那么否则相乘不会等于0 如果两个都小于0的话 相乘就大于0 两个都大于0 也就相乘也就变成大于0 那么相乘小于0 也就是说 有个小于0 有个大于0 那么它又是连续函数 那么它必然穿过0这个点 这些我们复习 我们就不去证明 本身证明 这个我们也一般是不证明的 那这里面 呃 像第一个最大最小之定理 我们通常是作为一个 这个已知的结论 在其他的 呃 一些命题 的证明里面 我们 要用到 但是我们不会直接去找最大最 现在我们不会找最大最小值 那么找最大最小值 我们是在后面讲到导数的以后 我们在导数的应用里面有一部分 会讲那怎么找最大最小值 那我在这里我们最常用的是 就是 介质定理和零件存在定理 我们先看一个立体 呃 我们证明 我们证明 它的函数可以取某个值 我们假如说 然后 fx 它是等于 x的地方 减x平方 加上x 我们证明 有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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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 有一个点 c 我们叫x0吧 fx0 要正好等于10 我们证明在 有一个点 使得fx0 这个点x0 使得fx0等于10 那我们 因为这是一个polyomial 多项式 这个多项式 这个多项式 那么它在 呃 怎么说呢 在整个十数轴上 它都是连续的 所以我们可只要找 啊 只要找到两个点 在某个区间上 它的左右的端点 一个端点大于10 一个端点小于10 那么 它这个 呃 10 就借于两个端点之间 那我们看 一个大于10 一个小于10 那么最最简单 那例如说 f0 等于0 等于0嘛 小于10嘛 那么大于10的话 那么 x3次方呢 我们 嗯 找谁来找 例如说是 x3次方 且x平方 我们 例如说 就已经够大了 3的话 就够了 啊 f3 啊 f3 啊 f3 嗯 f3 就等于27-9 再加上3等于21 所以 我们 10 是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21 所以我们存在 我们是 我们说是 0 就是 存在一个点 x0 属于 0 到3 之间 啊 fx0 等于 10 那么 这个是 有 有 戒指定的 Intermediate Value 简写 是ivt by intermediate Value 0 这是 我们的一个 t 那我们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 第二个例题 我们证明0点存在 定理 我们 show t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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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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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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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0 那我们看 我们 设 fx 就等于x5次方-3x加1 那么我们知道 f1 就等于什么呢 1-3加1 f1等于1-3加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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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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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2 0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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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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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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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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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2 2 3 4 3 4 2 2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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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说F0乘上F4一定是小于0,所以我们说存在,至少存在一个点,X0是属于0到4之间。 Fx0等于1,那就完了。那么我们已经找到这个根的区间了,那么肯定是它是有解的。好,这是我们连续函数的性质。主要是0点存在定理和阶值定理。那么最大最小的定理,我们要知道这个,要知道这个结论。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证明或者命题中间,我们是要用到。